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才知道的channel 我是阿財 那今天這次影片呢,主要是有些朋友啊 之前就問阿財說 欸阿財啊,我要用什麼東西來看美國的新聞 或者是全世界的新聞 或者有哪些網站啊 是可以推薦給我們這些古友們的 你常用的,或者是很方便的網站 所以今天這期影片就在講說 阿財平常用什麼網站 用哪些東西來看盤 或者是來follow最新的新聞 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一定要看到最後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阿財常用的工具會分成三類 第一類就是看新聞用的 然後第二類是看盤加論壇類的 第三類是個股類的 OK 所以我們開始先從第一類新聞類 那新聞類我先推薦一個非常好用的網站 叫invest.com 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新聞 而且它不只可以看新聞 還可以看什麼 譬如說像之前的非農就業數據啦 我們的10年級國債利率啊 或者是WTI原油的價格 黃金的價格 銅的價格等等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最牛的一點是它可以選擇語言列 來右上角這邊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語言 比如說你想要繁起中文 建立中文 日語 韓語 什麼 語言都可以在那邊看到 很多語言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所以英文不好的小夥伴 也可以利用這個invest.com 那invest.com 它在中文叫做 翻譯叫 英維財經 OK 所以自己可以上google搜尋一下 那第二個呢是 阿財常用的是 Marketing Watch 跟 Yahoo Financial 那相信Yahoo Financial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那Marketing Watch 也是一個可以看新聞的網站 那這時候就會有朋友挑出來說 阿財為什麼看新聞還要這麼多不同的網站來看新聞啊 其實原因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因為每一家新聞 就每個論壇 它PO出的新聞的焦點內容 不一定是一樣的 或者說他們follow的點不一定一樣 好 所以有時候我會綜合比較 Marketing Watch 或者Yahoo Financial的新聞 那因為呢 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我通常是看英文才能 invest.com 那如果像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我就會都follow 然後可以一個都不漏 一個都不能漏掉 然後再來是看盤跟論壇類的 那看盤我是用附圖mumu 我覺得附圖mumu這個軟體真的是非常棒 它在看盤裡面真的很方便 而且已經有很多YouTuber 講這個附圖mumu它的強大之處 所以呢 我會在下面資訊欄放幾位YouTuber 介紹附圖mumu的一些功能 他們講的蠻全面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阿財通常啊 比較反而賽一點啊 就是用這個投影機投出這個附圖mumu的盤 那我可能會搭配著新聞啊 然後一下看盤一下看新聞這樣子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第二個是理財之道 Course阿財 也就是打個小廣告 就是我自己的Facebook粉絲專頁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追蹤一下 除了訂閱我的頻道之外 可以去看我的粉絲專頁 那我的粉絲專頁 每一天基本上都會Post一個貼文出來 可能是現在的時事 或者是說一些有趣的議題 所以如果說你啊 追蹤我的這個Facebook粉絲專頁的話 你在搭公車的時候啊 或者是在搭這個捷運的時候 可以用很簡短的幾分鐘 就可以看到 今天有什麼重大的事情 或者是阿財發了什麼事情 你都不會錯過哦 所以去追蹤一下吧 直接在這個搜尋裡面搜尋 理財之道 然後XX阿財就可以了 這XX是X啦 就是CROSS阿財 OK好 那再來一個非常好的論壇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 就是Reddit Reddit這個可以看到 這個StockMarket的這個論壇裡面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朋友們 他們會Post 每天Post不同的這個貼文出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些議題 那我們知道著名的WSB 也是從這個論壇裡面出來的 OK好 那下一個論壇 是比較關於中文的論壇 就是英文不是很好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雪球 那我覺得雪球這個網站 非常棒的一點是中概股 我們知道就是中國的公司 在美國上市叫中概股 這些中概股 如果你去雪球看 會有很多詳盡 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資料 所以如果有投資中概股的朋友 可以上去看一下 像我之前有投資理想 或者是物星科技 我也是從上面去看一些 一些大家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現在這個 中國大陸裡面有什麼政策 政策轉變 有很多網友會PO出來 很及時哦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非常棒的 這個雪球這個網站 好 再來是個股類 就是如果你要follow個股的時候 比如說 之前很多時候 小夥伴看新聞說 這個外資又上調了 對某某股票的目標價格 比如說台積電 然後對什麼的目標價格 又上調到多少多少美金 那通常我介紹兩個網站給大家 第一個是CNN的Business 可以看到 他有這個 你輸入這個股票 然後他會給出分析師的目標價格 比如說像台積電的 分析師的平均目標價是148塊金 那還有分析師會給出他們的這個 買入評級 或者是跑贏大盤 或者是賣出評級 各位可以從CNN Business裡面來看到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Tips Ranks 那Tips Ranks 他呢 你可以看到的分析師 給出的這個評價 那Tips Ranks呢 他有一個進階版本 進階版本可以看到更多的 更詳細的分析師 分析這個個股的一些內容 那這邊有星星可以看到 就是星星就是這個分析師 他的這個 之前的成功率 預售的成功率比較高 就是五顆星嘛 就是比較厲害的分析師 可以這麼講 所以如果說各位有興趣 也可以去訂閱 試用他們這個 進階的會員頻道 好 那再來 為什麼這個Marco Train非常好用呢 其實就是說他呢 可以去看這個歷史 這些公司的歷史的一些指標 比如說你想看 PE Ratio 這邊就統計了 2006年到2020年 台積電的PE值 分別是多少 好 我們的本益比例是多少 可以看到 哦 現在大概是36 那以前的歷史的PE的走勢呢 大概可以 他都幫你列出來 幫你算好了 有包含他的股價跟EPS 他都幫你算好了 OK 所以這是一個回測 非常好用的網站 當然他不只可以看PE 他也可以看什麼 他可以看其他的指標 比如PS Ratio 或者是這個Margin之類的 Margin這邊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用 但是我這邊忘記寫 是一個也是非常好用的網站 叫做Pheavis Pheavis在這邊 各位看到Pheavis在這裡 它呢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網站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 這個YouTuber或者一些版友 他們會PO出這個 叫板塊熱力圖嘛 這板塊熱力圖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一塊一塊他就分板塊 比如說 科技板塊啊 或者是Commercial板塊啊 還有這個 能源板塊 基建板塊 這邊 基建板塊 工業板塊 等等的 金融板塊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他的這個 當天的一些Performance 那當然你可以選一天的 也可以選一週的 一個月的 三個月 六個月的 然後不只可以選標普500 可以選全部的 全球的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 ETF的 都可以選 非常的好用 OK這邊插播這個 Pheavis 好 那再來是 意界番茄 就是意界番茄 這個網站 我覺得非常好用 是因為 如果各位有在關注 ARK基金的話 你有買ARK基金的話 這個意界番茄 這個 這個YouTuber 幫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可以追蹤ARK不同ETF裡面的持商狀況的一個網站 那各位也不要看到這麼多 各位一定會忘記說 阿財這麼多東西 我怎麼記得住 所以阿財不用擔心 我會把所有今天講過這些網站 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各位只要收藏這支影片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這邊就會有朋友說 阿財 這麼多論壇 這麼多網站 這麼多這個 一大堆網頁 那有沒有一個工具是 把這些所有都包在裡面呢 有的 不過呢 這個工具呢 我相信 金融的朋友應該比較熟悉 大名鼎鼎的 蓬勃終端 蓬勃終端 那為什麼我說金融朋友比較熟悉 因為蓬勃終端 這個我覺得不太適合小資助 阿財自己也沒有買 為什麼 因為蓬勃終端這個東西 它匯集了非常多的金融數據 然後新聞你可以看到 還有非常多業內人士的專業的服務 都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是極大成的一個網站 極大成的一個終端機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說阿財也沒有買 因為蓬勃終端 一年的年費大約是兩萬多塊美金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專業的投資者的話 專業的操盤手 你可以用蓬勃終端 我覺得當然非常好用 或是你有自成為專業的投資者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蓬勃終端 那它一個月大概是兩千多美金吧 那如果 這邊給大家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消息 如果說你是學生的話 據阿財所知啊 就是像台灣的話 台大跟政大 是有可以使用這個蓬勃終端的 OK 那我知道說大部分的學校 通常啦 它如果是有金融相關的科系的話 可能都有買這個蓬勃終端 所以說你可以去查一下 你們學校有沒有提供蓬勃終端 如果有的話 太棒了 你就直接去用就好了 這個什麼資訊都在裡面 你就不用收藏這麼多個股了 當然 當然你可能畢業之後還是需要 但是我就說 各位可以直接一個 搞定這些全部的東西 但是 這個阿財的頻道還是要訂閱一下 阿財的這個 粉絲粉絲團上去追蹤一下 按讚追蹤 好那今天這期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有興趣 有幫到你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把這個鏈結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都可以介紹最新的資訊 掰掰